作为南京的城市名片 600岁的明城墙明年就要全面开放了 可是记者发现在华盐港明城墙的旁边也有人在种菜 继续现场报道 11月25日记者来到明城墙的华盐岗门 辗转找到了这处菜园 一路走过只见蚕豆菜秧小麦各种作物分块种植 看上去划分的还挺有秩序的 在明城墙上走了近500米 记者发现了20多块菜地 其中有一块菜园周围还围起了木栅栏 我们看到这橙片的菜园距离城墙的墙体 也就不足20米的距离 按照南京市城墙管理办法规定 在城墙四周50米范围之内 是不允许有任何建筑和种植作物的 按照这个规定 记者找到了南京名城墙管理处的工作人员 我们南京市城墙管理处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对城墙本体的一块 作为管理和保护 城墙本体以外 它应该是属地管理 属地管理应该就是说当地的城墙部门来管理这个事件 对于南京市城墙管理处的说法 一江门接到城墙科一位负责人则表示 明城墙种菜是否违规 还是应该由城墙管理处来决定 他们无权干涉 只有确认违规后 城墙部门才能协助清除菜园作物 最终记者在和两个部门协调后 11月26日下午一江门接到安排人手清除了作物 但是他们表示下一步还是要将责任明确才行 将说这个城墙这一块 这个我们一开始 以前是没有对这一块介入过 因为城墙这一块 由这个南京市城墙管理处 对吧 因为属于这个职责 要分清 那么城墙上种菜的问题 究竟由谁来管呢 记者再次查阅了南京城墙管理办法 其中明确说明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南京城墙的管理和保护 此外规划 土地 城管 园林等部门也要协助保护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多年来南京民城墙保护一直有一个软肋 九龙治墙 分散用力 责任很难落实 极况小小的菜地的管理就出现了推诿 那对于即将深移的民城墙管理部门 你们准备好了吗